说起整容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 微整技术已经十分普遍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明星为了自己在荧幕前 能够更加漂亮 也会选择去进行微整 平常人上有暧昧之心 更何况是要靠脸蛋生存的明星呢 很多人会对整容这件事情失之以鼻 但是小编觉得整容也是一种变美的方式 我们没有理由去评价他们 而明星们即使整容了也没有关系 大大方方承认就好 整着容就好看 说明底子还是好的 像那些不好看的再怎么整都是徒劳 然而对于有些明星是否整过容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明星也针对网上的言论做了回应 下面我们一下来 看一下他们是用什么办法 证明自己没整容的吧 杨颖关于杨颖是否整容这个话题 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而杨颖本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脸是纯天然 那还亲自去了整容机构 进行了专业的鉴定 这件事情在之前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贝贝亲自和老公黄晓明带着媒体 一起在公众眼底 做了一个整容鉴定直播 不得不说 贝贝为了证明自己纯天然 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当然鉴定结果是没有整容 只是矫正过牙齿 素颜的贝贝似乎没有了往日镜头里的精致 这样看起来也是很平常的长相 确实不太像整过容的 之前在电影百度人中 贝贝还用了八个夹子夹满了整张脸 这也侧面证明了他没有整容这一说法 迪令热巴热巴是公认的纯天然美女 充满抑郁风情的五官 让他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不过人红是非多 之前有人说热巴的脸是整容的 热巴在某一次节目中 正好鼓风急吹脸的游戏 热巴变大的方方的过去吹风 大家都知道如果脸是整的话 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风的 热巴这一做法也证明了他并没有整容 流言不攻自破 从途中看来热巴还很享受这么强的风 杨幂杨幂作为娱乐圈的拼命三娘 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不过很多人确认为杨幂出道时和现在的长相 有些差距认为他整了瞎巴 因为杨幂刚出道的时候 瞎巴是有点疯的 而现在确实刮子脸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化妆的技术也越来越高 而且杨幂较早期也是瘦了很多 我想说我们的这一切 就像我看我 看我看我 我看我看我 我看我 我看我